吉墨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 东宾黄海南临劳山 海岸线长达183公里 沿线分布着几十座美丽的海岛 位于田恒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的 折岛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座面积仅有 0.1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有一位已近冒迭之年的老党员 王家辉 他用48年的默默坚守 温暖了这一片海 近日省文明办发布了 第126期山东好人名单 青岛市吉墨区田恒岛省级旅游度假区 山东头村村民王家辉榜上有名 太阳越过地平线 冉冉升起 阳光落在海面上 泛起淋淋波光 这是王家辉老人 守护这座海岛的第48个年头 老人是这渔船 从海的一边缓缓归来 海边一切如旧 却又恍如隔世 守岛就是守家 无安才能家安 早些年的野海岛屿 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 海岛安全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出入海岛 王家辉虽然已经做好了迎接困难的思想准备 但是没想到的是 除了建设海岛的坚固需要克服的还有很多很多 不说是没有钱 不说是没有钱 有钱你都出不出 就痛 到了浪大了 你这个浪中的悬崖子这么一碰 你都家里都湿了这个刀子动 就现在我也出黑 平时我们的串销扣二就不容易 环境的恶劣 条件的艰苦尚可以克服 但是对家人的思念 让王家辉心中备受煎熬 入岛的第一个春节 望着海纳头的万家灯火 他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 我就玩好方便 我就扑着我心头看 我已经是很一个妈妈 我刚才 但是也就眼睛来了 他们相信我们 我就得家出自客人的 一次倒下 等于在岛上表现突出 王家辉在进岛后的第二年 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是七六年 四月大四日在我管 老一部当年 独立以后 我把这个蛋都借过来 应该先掉的 现如今的王家辉老人 已经76岁高龄 身体状况更是大不如前 而这也更加坚定了 子女们想接父亲出岛的想法 我们小米嘛 也就是希望着这个 就露岩子去练 露岩子的体度非常坚定 想着里面很舒服 都很长 四个黑的两个 那个时候就是挺甜蜜蜜 你说这买钱的话睡着就是 我跟二同学 四十四五那儿了就是 中国的风吹浪大了 他们也都成家立业了 现如今从煤油灯到电灯 从交通不变到往来无阻 从物资紧缺到衣食无忧 从信息溃爬到手机上网 随着岁月的变迁 岛上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你比较一千万点多的时候 天地之长 感受一切忘 不就更是早 我家睡觉了 睡觉的睡觉这个地方 我还能量 我得头都 不管什么事 当然要给这一切 我觉得我们更应该 共同地参与进来 守护海岛 关爱海岛 让我们守导老人的 这种精神和情怀 更好地传承地发扬下去 夜幕降临 大地归于成绩 平常的一天结束了 不知不觉中 岁月就这样溜走 四十八年 一万多个朝朝暮暮 老人从青丝走到白发 把自己最美好的棉花 都奉献给了脚下 这篇土地 因为我特有讲 不管干哪一项谁 必须要把一国 往这地位 我就在一生中 没有什么特殊 就是不能 干多地 这个都是我地肉不像 我等会不能东西 我一定理由 时光荏苒 初心不忘 一朝上导 一生守护 王家辉老人 是无数平凡人中的一个 他用无悔的坚守 诠释着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让我们向他致敬 我们都不能坚守 这次是我地道 你能够留在坚守 那时候就是我地道